打一個 打一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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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嗚呼呼 憲哥放這麼多的細吃在你身上 你從來 我以前對周杰倫也沒有這麼好 對啊 對 你這個話想說 沒有沒有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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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它的每一首歌 你都會看到MV 茄倫的第一張 你的師兄 vac師兄 我心裡面都覺得遺憾 印第安老伴就 哎 然後第一首歌 可愛女人挔 拍、拍、拍、拍 第二首歌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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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ình 拍拍拍拍拍拍拍 他什麼都快 難能可貴能夠有這樣一位歌手出現 你要多加油 好不好 憲哥放這麼多的信息在你身上 我以前對周杰倫也沒有這麼好 對啊 對他兒子也沒有 對 你是有話想說 沒有沒有 大概可以結婚的年紀大概四十歲 那我可能不會結 不是 我是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四十歲結婚的話 我記得要放貼紙 對 非常感謝憲哥 因為其實 我其實真的沒有想過我會 踏進演藝圈 又想哭了 沒事 加油 就是謝謝憲哥這麼看好我 然後他其實一直都 相信我是做得到的 他從來沒有覺得我很差過 就是他永遠都是鼓勵我 從來就是不會批評我 就是讓我更有自信這樣子 然後非常謝謝憲哥 就是爸爸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講 這樣其實 聽你這樣講的話 露西派會很難過 不會啊 我這樣就有多一個妹妹 Sandy姐姐入行多久 差不多十多 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差不多十年左右 她沒有任何的緋聞 進入到藝能界裡面 拿了三四五座金鐘獎 史上最年輕的主持人 金鐘獎主持人 然後他幫幫幫 沒有一次一個緋聞 然後他結婚了 然後他懷孕了 他明年要當媽媽了 一切都under control 都是在他人生的計畫當中 我生命當中 唯一不照著我計畫走的 就是露西派 對 跟著Sandy姐姐 Sandy做什麼 妳做什麼 不可以有緋聞 妳要不檢點 妳要做什麼 我是非常嚴格的 是